第20届国际国中科学奥林匹亚竞赛在泰国登场 台湾派出6位学生参赛 成绩在9日晚间揭晓 54个国家300多名参赛学生中 台湾6位选手全数获得金牌在国际排名第一 代表队6位金牌获奖学生分别是建国中学吴思谦和严自乔 台北东化国中张伟俊和赖静宇 台南践行国中洪静成和苏承玄 其中建中学生严紫乔同时也获得本届竞赛最高总分奖 是全体参赛学生总成绩第一名 都真的蛮厉害的 所以像是我有时候我不懂的 我也会去请教我的同学 然后或者是跟他们讨论 他们有时候也会有很不一样 而且很独特有趣的想法 当然我们想赢金牌 但除了我们想知道其他国家的学生 今年选拔出六名代表队选手之后 由师大理学院教师团队培训 在11月30日前往泰国曼谷参赛 赛后接着到青麦进行文教参访 预定12月13日才会打击返国 为了鼓励学生踊跃参赛 教育部也定有成绩优良学生升学优待办法 获得竞赛金牌的代表队学生 除了可以保送高中或专科学校五年制就读之外 还会获得奖学金20万元 在国际竞赛取得友谊成绩 选手们的努力获得成果 同时也为台湾争光 3日新闻江博王佩花台北报道